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宁静远离喧嚣的地方 太喜欢西藏了 确实 因为丁真是个藏族人 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丁真是西藏的 急了 急了 四川境内的大熊猫们全都生气了 四川文旅紧急声明 丁真是我们四川的 你们还要我们四川人怎么样 鸳鸯锅都已经脱鞋了 这次还要呛人 丁真也是连夜加急学习汉字 放出照片 声明自己是山东 贵州 福建 贺南 河北 广西 浙江 江苏 写得很自然啊 肯定不是屁的 他举的这个啊 不是纸 是央视旅游频道 随即呢 各地旅游官博 纷纷加入这场抢人大战 这场战争的名字叫做 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其中 以陕西最为努力 连夜扛着手电筒下坑 找到了最像丁真的兵马俑 甚至丁真的白马珍珠 也被网友找到了相似的兵马俑 虽然啊 他这辈子受制于四川人这个习惯 但是我们都知道 前世他绝对是个老前任 不仅是国内 连国外的旅游局都出动了 本以为大伙们都是在玩梗 就是四川没跑了 结果 丁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其实最想去拉萨玩 坏了 布达拉宫上空风云变化 西藏旅游官博紧锁的眉头 顿时舒占了 躺赢 就是这么快乐 得到丁真的人又怎么样 我们得到是他的心 流量嘛 不喊颤 港真啊 一开始我还真就是想 丁真的爆火也就是和央视的王民兵 和1818黄金眼的小张一样 话说 冰冰 确实太美好了 可是当我了解到冰真爆火 其背后的草灰蛇线 演示出来的另一个故事 却有一种伟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使命感悠然而生 不仅心潮澎湃 才做了本期节目 其故事的起源 要早于丁真出现在网络前的 5个月之久 根据发现了丁真背后 整条草灰蛇线的博主 卢诗海老师所记录 早在今年6月份 微博一位作家大V桑格格 发现自己的私信里 时常收到一些风景照片 一开始他以为是哪个 热爱旅游的读者发给他的 后来他发现 并且居然是四川某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 因为工作的时候总是背一个双肩包 所以被当地称为背包书记 除了介绍当地的风景 这位背包书记还要给他游寄一些 当地高原的特产 对方还会和他交流扶贫中遇到的困难 高原脱贫的工作千头万绪 人手经常不够等问题 再比如他们还想对特产包装进行升级 还有注入当地的游寄时间有点长 游费也有点贵要怎么改进 丁哥哥既是震惊又是感动 一个92年的年轻女孩 在以这样的方式 付出自己改变自己的家乡 这个年轻的背包书记 就是四川省甘孜州 李唐县卓桑乡夏如村第一书记 人敏李唐县 也就是丁真的那个县 之所以经常背着包 是因为里面装着工作笔记 村里的文件资料 贫困户的信息资料 汉藏双语便民联系卡 这是三年以来积攒下来的资料 他从师范毕业 却又像学生一样 认真聆听大山的故事 最让我感到敬佩的是 人敏书记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执行力 他在村里走的时候 发现田间地头有许多蒲公英干草 他突然想到 蒲公英本身便是一味中药 用来泡水喝也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而下入村这么多的蒲公英 如果不能利用起来 岂不是很浪费吗 蒲公英能赚钱 输给谁谁也不会信 就像蒲公英本身一样一吹就散 可是任何想法都敌不过可怕的执行力 住村工作队通过走村入户 挨家挨户宣传蒲公英产业优点 并依托农民业校 邀请农业技术人员 专门向村民享受采挖技术 逐渐地 村民纷纷加入蒲公英采挖队伍当中 大家团结一心 奋工明确 并通过征求多方意见 进行产品标签以及包装设计 打造出下入村自己的蒲公英茶产品 去年6月初 人民了解到市场行情 给下入村的蒲公英茶订了价 着艘相演发度村民干部 村民通过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等大理宣传 并在景区酒店进行展销 这就是基层干部 人民的事业格局 身处大山 却能看到时代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就算没有丁真 没有三哥哥的推广 人民书记也会有办法 将所有土豆产销售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与我们本期的主角 丁真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 来看待这件事 很多突然爆红的人与世 并非人力所控制 强求也不能带来很好的效果 就像李唐县的旅游局 曾经想出的办法 康巴汉子选美大赛 从而招揽有客 当时的82号拿了冠军 但是效果不太行 反而在偶然抓牌下的 丁真成为了顶流 而在他爆火的那一刻起 就是刘亮带给李唐县的一次机会 让丁真成为综艺选秀的丁真 还是李唐县的丁真 这完全取决于 当地相关部门的嗅觉 以及执行力 在我们印象中 本应为此疯狂的那些经纪公司 直接被挡在门外 其当地文旅基层人员的发言时间 下手速度堪比尽付出全 我们来履一条时间线 11月11日 丁真初次曝光在网络中 11月18日 四川礼堂县国资委下属国有公司 礼堂文理局确认和丁真签约 其本人成为四川礼堂旅游宣传大使 11月19日 丁真开通抖音账号 接稿前马上突破400万 11月21日 开通微博晒出入职照 25日 四川旅游宣传片发布丁真的世界 26日 甘兹州旅游趁机发布另一条宣传片 这是我的世界 27日 西藏日报与四川日报 因为丁真一句最想去的地方是拉萨 展开互动 28日 各地旅游观博开始跟进 丁真成为了一种魔音 闯播在各大可能大嘎上的景区 近半个多月的热色轰炸 丁真已经与四川 西藏 甘孜 礼堂 完美地绑定在一起 他就是那把流量的钥匙 将本来投向聚光灯下自己的目光 发散至了整个礼堂县甘孜州 从搜索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多么可怕的影响力 而那句老话说得好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就像任敏书记一样 那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干部 在手握丁真这把钥匙时 他们不会错过 文理宣传片拍摄流程快的简直离谱 以及今年9月份 恰逢甘孜州建州70周年 而随着丁真这股流量的爆发 我们能在热搜中看到 甘孜所有A级景区直接门票圈免 门票的价格当然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当地的住宿 周边 餐饮这一切 都将有可能成为 甘孜偏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 如果能借助这波流量 让甘孜成为新的热门景点 那所做的一切 都要比先让丁真带会直播的直观数据深远得多 甚至与很多地方上的资源 直接找到了突破口与商机 所以延续丁真继续热色的背后 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扶贫干部 那些有着敏锐网感 恐怖的判断力与执行力的优秀干部们 所缔造的流量落地计划 而浮出水面 能被我们看到的努力 仅仅是冰山一角 就像任敏书记 他的事件在被曝光后 泄绝了想要帮助他的人 只想低调做事 如同卢诗海老师在微博中所说 丁真这波热度 是流量窗口 很多人能直观地认识到 网红背后的一整套扶贫系统工程 以及无数为这片土地付出努力的人 确实 回忆今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线 全部完成托贫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7亿人摆脱贫困 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庞大数字的时候 会惊讶于数量 但也不要忘记其中 无数扑贫干部的努力 是汗水 也是泪水 他们不会有盯真的名气 也没有时间想这个 只是低着头看手机 寻找时代的机会 然后抬起头 倾听人群的声音 所以我始终相信 胜利的必较胜利 是因为那些知情合一 默默无闻的人 成就了这个身体 毕竟他们 是群连蒲呼应都能抓住 优优独播剧场上